戴著天真無邪的眼神 似乎沒理解戰火無情摧殘 本該幸福的孩子 卻無辜被戰爭奪取童年 烏爾戰爭爆發以來 不少烏克蘭民眾被迫 席家帶券逃離家園 根據聯合國15號最新統計 烏克蘭南民人數 已經超過300萬 300萬難民中有大約140萬兒童 相當於佔了總數將近一半 聯合國指出甚至幾乎每秒 就有一名無辜兒童淪為難民 讓各界開始呼籲支持原道救援 法國總統馬克宏 不只親自探訪難民接待中心 安慰崩潰難民母親 也松口將接待至少十萬名難民 離一頭歐盟也為孩童祭出努力 揮舞烏克蘭國旗 兒童們歡唱和平歌曲 義大利學校收容 被迫離鄉的烏克蘭學童 希望戰爭期間 也能讓孩童快樂成長 因為戰火衝突下 兒童最容易被忽略 面臨家人分離 暴力 甚至性剝削風險 如今外界用行動提供幫助 解緩兒童難民 增加速度和規模 避免更多悲劇再發生 金新聞 高玉婷 朱家林報導 文字幕提供